诶 刘老师最近在想什么 啊 桑林 最近我误出了一个道理 什么啊 就是很多人说 男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越场越好 看你的表情就是不知道什么 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这样东西对男人而言是越场越好 这就以至于啊 我现在对很多有长度的东西呢 都有一种执念 就好像我手上的这些卡片 这些卡片呢 它印刷了一些图案 一 二 三 三张印刷了这种软尺图案的卡片 来摸一摸 它是印刷在上面的 对 摸一下 对 印刷在上面的 好 现在我就要看到这种带长度的东西 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不由自主的想 想把它给 嗯 哇 哈哈 印刷在上面的对吧 对 是真的印刷在上面的 好 这是还没有被拉长的 这是被拉长的 摸摸看 是真的印刷在上面的 嗯 对吧 好神奇啊 真的印刷在上面的 直到今天 其实我才知道 长度不是最重要的 对男人而言呢 那样东西 长度不重要 重要的是 硬度 哇 所以你现在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对不对 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吗 没错 就是胡子 其实原来胡子不是越长越好 越硬越舒服 嗯 要不要来试一试 快点